感覺你不太認同賴副總統的這個中南海說跟白宮說 你覺得應該要當橋樑對不對 第一點喔 我們 其實台灣的總統 應該是帶領台灣走向世界 我們是要當台灣的總統 不是要去選美國的州長 更不是要去應徵白宮的外傭 我覺得這樣啦 我們是要面向世界去處理 怎麼好像 美國是重要盟邦沒有錯啦 但是好像弄得好像很失去國格 您剛剛用外傭這個詞 你覺得我們好像有點比較貶低自己嗎 為什麼會用到外傭這個詞 他自己要去申請的 所以我覺得不對 我們要再講一遍 我們要選的是台灣的總統 不是美國的州長 更不是去應徵白宮的外傭 郭台銘主席 您幫媒體帶問一提 您之前有提到說 行政院長打算由多數黨來組閣 那是打算要跟柯建民合作嗎 這個就太驚悚了 什麼跟柯建民合作 第一點啦 我們台灣目前中央政府是 本來是雙手掌制 當然後來有修憲 以前是總統提名行政院長要立法院同意 後來這個隔魁的同意全被拿掉 所以現在是這樣 總統提名行政院長不需要立法院同意 然後總統也不用去應徵立法院 每天都躲在最後面 所以這個總統有權無責 我的主張是這樣 總統應該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這個依法就可以 甚至可以接受政黨的諮詢 那再來是這樣 當然固然總統要提免跟他 價值理念相近的行政院長 但是也要應該啦 就是一種民主政治的倫理 應該取得國會過半力量的支持 至少過半的同意 所以倒是覺得是這樣 這個齁 如果下一屆立法院是三黨國伙伴 那這個就OK 沒問題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想法去做 如果有單獨任意政黨過半 這個有時候會造成運作上有些困難 我也在擔心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進行處理資料 一旦有關 我們再多次行 點營 請大家